哈喽,屏幕前亲爱的糖果精灵们,很高兴在我们秋季班的最后一讲当中和大家见面了,那么今天这一讲呀,我们将继续去走入左转了解左转背后的秘密,在上一讲的学习当中啊,老师已经带领大家一起穿越到了这一部著作当中,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战国时期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了, 那然而呢,上一节课我们一般呢都是以成语为主,我们今天学习的呀,同样也是成语,不过有好多呀,我们都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耳熟能详了,那么他们的背后究竟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? 在学习新知识之前,我们先温故而知,先先了解一下前几节课咱们学习的内容啊,不仅仅这一个秋季,我们学习了左转,而且呢,在数其班的最后两讲当中,我们同样也了解了左转,对不对啊? 哎,以前我们学习过,比如一鼓作气,再而栓三而叠,对吧?哎,那么我们会发现在上一讲当中,我们又学习了,比如说,鞭肠莫吉,比如说,耳鱼莫榨,比如说,兵智如归,比如说,居安思威, 哎,你会发现在我的糖果课堂上呀,我们学习的知识实用性特别强,上节课老师每个成语都给大家去造句子了,也要求大家自己造句了,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呢?回顾一下,什么叫鞭肠莫吉呀? 哎,鞭子很长,就是我这边有力量,可是呢,离得太远了,我够不到,对不对?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许多小朋友造的句子就是, 爸爸出差了,我和妈妈在家里不会做饭,可是爸爸离得那么远,真是鞭肠莫吉呀,对不对?他也没有办法呀,那么,耳鱼我家呀,哎,儿指的就是你,对不对? 哎,指的都是那些欺骗,那么现在这个成语呢,指的人和人之间呀,这个中间存在的,存在着太多的算计和欺骗了,是不是? 好,宾至如归更简单了,就是说,宾客来到了一个地方,就仿佛啊,如就是仿佛,仿佛啊,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,所以说,嗯,我说小鹏回到家了,真是宾至如归,这行不行? 哎,因为他不叫宾,他叫主,宾指的是客人,对吗?孩子们? OK,好了,那么最后,基于安思维,我们会发现做人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,对不对? 虽然说,现在呢,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顺利,一切都那么好,但是我们也要为长久做打算,对不对? 你看,小兔三枯,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吧? OK,好了,那么我们接下来呀,再来一起去拓展一个知识啊,上节课,我们讲到了春秋五霸,那么今天呀,我们要去巩固战国七雄了,这些都是文常,对不对? 文常知识,那么我们会发现,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啊,因为左,左传呢,哎,就是这个左秋明,对不对? 哎,他写的一部,记载历史史史的这样的,这个一些小故事,而且呢,我们又知道了,他又是春秋的解释版本,对不对? 那然而呢,在那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啊,那么国与国之间啊,他们都想拥有权力,对不对? 于是呢,可能他们就都会为这个权力而展开,我们说勾心斗角,耳鱼我家,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的,对不对? 那么,当这几个小国,他们在二百多个国家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,那他们会不会就这样相安无事了呢? 哎,他们彼此相依,哎,国与国之间非常的友好,哎,那后来就没有秦统一天下,就没有我们历史之上第一位皇帝了,对不对?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,虽然这七个小国,他们已经脱颖而出,秦,楚,燕,赵,韩,瑞,秦,这个韩就不是咱们今天的韩国了,是咱们中国古代的韩国,对不对? 好,那么我们就会发现,这七小国之间啊,他们呢,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秦最强大,一开始的时候,楚的地盘非常大,赵也很强大, 那么慢慢慢慢的呀,国与国之间,他们就都想争亡争霸,就像我们三国时期,三国鼎立一样,最后总要有一个头,对不对? 那么他们之间呀,就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,真是,对不对? 哎,不这个,这个,分出来个头,或者是呢,我不这个找一个人,有能力的人一统天下,事不罢休,谁都想做那个,做那个头,对不对? 于是呢,就有了我们这一个时期争乱的许许多多的小故事,那么今天这节课,我们就要继续在糖果故事物当中,哎,去了解了解这样的一些故事朋友们。 那么刚才有许多同学,又已经非常着急了,说,啊,那这些人之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呀? 国与国之间,可能会战斗,那么在一个小国当中啊,就一个,这一块地盘当中,那么,官与官之间, 君主,还有那些太子之间,对不对?公子之间,他们是不是也会较量呀? 对吧?好,那我们今天啊,要了解的这第一个成语的名字呀,叫做华尔布什,老师本人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成语的, 所以拿出来啊,和大家一起去分享。 那华尔布什啊,他说的呀,是在春秋时期,在晋国发生的一件事,当时呢,晋国呀,有一个大臣,哎,叫做杨楚妇,叫做杨楚妇,那后来呀,这个杨楚妇呀,他们是一个长得非常非常,这个一表堂堂的人,非常帅气的人, 那后来呀,他们就到了一处地方,哎,到了一处地方,我们今天的话说,像是初始,就出差一样,对吧? 到这儿之后啊,就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叫,叫这个晋影,晋影呀,他们就发现了,哇,这个杨楚妇,他一表堂堂,长得那么帅气, 而且呢,他总是高谈酷论,还说着说,说这个徐徐徐徐徐,非常动听的话,对吧,感觉,感觉他非常牛气, 于是呀,当时呢,这个,这个酒馆的这个,这个,我们可以说这酒馆的老板啊,晋影,他呢,哎,晚上回家,就偷偷的跟他的妻子说, 哎,其实是请睡一下,说呀,我呀,很长很长时间以来呀,我就想找一个能臣,对吧,哎,找一个能臣,我去投奔他, 因为人们都有这个好学的心理,我觉得在这个人身上,我能够学到许许多多,我所不具备的能力和品质, 那当时呀,他的妻子听过来的这个话之后,也非常的支持他,于是告别了妻子,妻子呢,哎,他就找到了这个,这个杨楚妇, 那找到了他之后啊,他们两个呢,就这样杨楚妇就带着他,哎呦,开始,开始了另外一段旅程, 结果没过了多久啊,晋影突然间有一天,就改变了主意, 因为呀,他发现这个杨楚妇呀,他到了哪里呀,全都公说那些天花乱最好听的事情, 但是他自己呀,好像丝毫没有太多的能力和本事, 那当时呀,这个晋影非常后悔,觉得他真是看错了人, 这个人只是徒有其表,于是呢,当天晚上便大道回府,回到了自己家, 一回到家里,他的妻子马上吓了一笑,说,你怎么回来了呀, 那当时呢,这个晋影他就说了,哎呦,我觉得呀,这个人呀, 他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,对吧,他虽然长得比较,比较这个, 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,但是呢,他说的那些话呀, 完全都不招编辑,总是说一些观影堂皇的好听的话, 他自己呀,我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真正的才学, 我怕我就这样跟着他时间长了, 不但他的那些优点我没有学到,反而呢, 还会被他这样的一些毛病所影响,于是呀,我就回来了, 就是这样,这个命名呀,他真的像有遇知天下的能力一样, 结果呢,一年以后这个杨楚夫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吹嘘的杨楚夫, 真的就被处死了,好,孩子们, 那么这个小故事里面就有一个徒有其表,对不对, 而败系其中的人,这个人就是杨楚夫,对不对,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, 那今天呢,我们这个成语呀,一般它都用来比喻世界, 这个华呀,在古代的时候呢,通的是花,就是开花了, 哎,那么有一些植被呀,它是光开出娇嫩的花, 但是没有果实的,花开的虽然好看,但是却不能结果实, 所以这个成语呀,它今天又可以用来比喻那些外表好看, 但是内容空虚的,人或者是事情, 好,孩子们,听了刚才这个故事的小分享,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? 那么这个华,有同学说了,哎,指的是开花了, 我本身以为是华丽的,对不对, 那你来想一想,像那个杨楚夫, 他长得一表堂堂,然后呢,他穿着也特别的这个讲究, 对不对,还说的话也都是,哎呦,非常的这个动听的一些话, 那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人,嗯,是不是真的很有才华呀, 其实并没有内涵,实指的就是内涵, 对吗,孩子们,那我们能不能够想到自己的生活实际呢? 比如说,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, 他公是图有其表, 公像一个花瓶一样, 还把,比如说把自己打扮得非常非常漂亮, 然后每天呢,如果是女子的话, 他可能每天都涂脂抹粉, 对不对,哎,然后把这个, 把这个衣服呀,穿得也非常漂亮, 在镜子前面照了一圈又一圈, 对吧,那可是他丝毫的不懂得学习, 也不懂得去充实自己, 可能第一次我看见这个人, 哎,比如唐果老师是那样的啊, 你第一次看见唐果老师, 哇,老师真漂亮, 我就非常喜欢他, 那肯定的呀, 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, 对不对, 可是如果几次咱们接触下来, 比如说咱们上糖果课程了, 对吧, 然后那你不可能光看见唐果老师, 况且我并没有那么滑, 是这样的吧, 那么我们会发现了, 肯定这个人内在要有一些东西, 值得我们学习, 比如说他的才华, 比如说他的智慧, 比如说他的品行, 对不对, 哎, 肯定有一些优点, 值得我们去学习的, 这是他的实, 对吗, 如果一个人他光如此重视外表, 而忽略了内在的修养的话, 那么也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, 他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的, 对不对, 这就是为什么说, 嗯, 我觉得一个人他最重要的, 其实不是他的外表, 因为只要一个人, 他的内心充满爱和智慧, 他的那份自信, 他的那份爱, 就能够散发光芒, 哪怕他长得这个相貌平平, 但是呢, 我也能够感觉到这个人, 非常有人格魅力, 对不对, 孩子们, 那么事情也是一样的吧, 我们现在一起去活学活用啊, 老师把这一词给大家, 大家我们再一次深入理解一下, 华而不实的进一词啊, 我们可以说这叫金玉其表, 那表面装的装修了很漂亮, 对不对, 心有其表, 败序其中, 那里面呢,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, 对不对, 那造句子老师给大家几个例句, 一, 事实证明, 新推出的那个华而不实的界面, 并不受用户的欢迎, 二, 他的文章啊, 只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枣, 对不对, 只是堆砌了一堆的词枣, 华而不实没有什么内容, 对不对, 孩子们, 那你也能用华而不实这个成语去造句子吗, 好了, 那你现在可以暂停视频, 思考一下联系你的生活, 你的生活当中, 有没有一些华而不实的事情呢, 嗯,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, 哇, 这个每天啊, 你妈妈都要把我打扮得片片面亮的出门, 我这是不是华而不实呀, 你会发现, 只要呢, 你能够充分的去充实自己, 让自己变得更有智慧, 更有内在美, 我相信这叫内外兼修, 对不对, 孩子们, 外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, 对吗, 但是我们不能公众是外在, 而忽略了内在的培养, 好了, 孩子们, 这是老师学习完这个成语之后, 我的感受,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, 学习完华而不实的这个成语, 能说一说你自己的感悟吗,